这两年连避孕套它都卖不动了 世界上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厂家康乐 过去两年的销售额持续下滑40% 从2021年以来呀 每年注销的避孕套生产厂家都有一点奇往 在这三年的疫情下 旅游酒店航空日益惨淡 咱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人们呢都关在家里面的 也是没有其他娱乐活动的 按道理来说呀 避孕套的生产厂家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但现实呢真的是啪啪打脸 这个数据的背后呢 有很多不被我们认知的故事 有机构呢做了调查 发现中国市场的避孕套使用场景 竟然有一半以外 都是用在家庭以外的 这也就难怪了 关在家里面反而避孕套的销量惨淡 更深的原因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欲望在逐渐的降低 因为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 不愿意买房 不愿意买车 更不愿意去旅游 也不愿意结婚 也不愿意生孩子 一切的消费呢都以使用为主 没有炒房的欲望 没有结婚的欲望 甚至连恋爱都觉得麻烦了 一部手机就能够搞定 所有的生活需要 对于这个事儿呀 我想说的就是男人们 你们的内裤 无论怎么样 就俩就得换 俗话说的好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可不要在关键时候 还穿着一条粗糙 又没有品味的内裤了 那么女人的瞬间 就会对你兴趣全无了 如果说有一条 莫德尔四十内裤 就能够瞬间提升你的魅力了 可以让你一展雄风 你可千万别瞧瞧她了 她和普通的内裤呀 可是不一样的 她有一个小磁石 是可以养护你的 很舒服的 而且呢 她遇到湿湿潮潮的时候呢 这些小圆点啊 就会自动消失了 也就是说呢 把这些湿气潮气 全都给你吸走了 让你里面一整天 都是保持干爽清爽透气的 不会说湿搭搭黏糊糊的 她那是莫德尔的面料 冰冰凉凉的 不仅透气啊 而且弹性还很大的 最大的可以穿到210斤的 不会卡当 也不会夹屁屁的哈 穿久呢 也不会变松弛的 就跟没有穿是一样的舒服 女人不仅会对你上瘾 而且还会对你迷的 神魂颠倒的 所以说男人们 如果说你现在 还没有买到一条 让自己非常满意的内裤 那么我建议你们呀 一定要去试一下 咱们家这一个 莫德尔磁石内裤哈 就在我视频走哈角哈 价格呢 49块9毛钱呀 直接给你们发上三条 赶紧的去给自己 换一个好一点的装备吧